你别捏我脸 你别捏我脸 赶紧米虫 你去麦当劳上个班一天都不止专专 真的假的 那我现在下直播 我现在去麦当劳应聘 我能应聘上不能 我十个指头健全 不多一根也不少一根 指甲缝里边也不藏灰 我也能说话 能思维 那我去麦当劳上班 你们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店 哪个店能应聘 应聘上 88 你也脸结束 谢谢你送来给我赞助 我今天能赚90块钱了 能赚90块钱了 我近视525度 在麦当劳工作一个小时12块 真的 这句话这没看完 12块8我算算 他一天兼职 有时间要求没有 12块8 12.8 一天工作8个小时 那一天能赚102呢 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你可以应聘麦当劳的广告模特 2022年杭州林平区麦当劳 肯德基 找到我们四个男生拍的宣传片 给我了 400块钱 2022年杭州林平区 找了我们应该是四个男生 让我们去穿着肯德基的衣服 然后拍了个宣传片 一人给400块钱 然后又报销了50块钱的路费 吃汉堡了没 没吃 因为那个时候减肥空体重 我没吃 400 这没给你们看完 我说的绝对不是节目效果家 我这会儿没逗你们 因为什么 我给你们讲讲 因为杭州这个城市 它每天都在拍这种短视频的宣传广告之类的 家人们 你们觉得当个什么广告模特一天能赚几千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知道吗 杭州现在超级内卷 你们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随便 我随便给你们找几条杭州的 就是这些招演员模特的拍摄信息 家人们 我手机里面有1000个群 1000个广告模特群 包括演员群 我给你们看看啊 来我给你们看看现在的一个行情价 家人们 这个是1000块钱以上的演员模特的通告群 看好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做演员模特的一个价格啊 等会儿家人们 我再给 我再给你们找 找几个 你看 5月10号杭州口播就是对着屏幕介绍产品的美女模特要求皮肤好 400块钱三个小时 家人们看见的打个一 看见的打个一 看见的打个一 这是今天下午发的 5月10号周五杭州要求口播模特 美女模特还得有拍摄经验 400块钱三个小时 家人们我问你们内卷不内卷 是不是超出了你们的认知 美女模特还得有拍摄经验 400块钱三个小时 欢迎李一号好久不见 我默然姐这是啥呀 默然姐你你你你省点钱不行吗 哎呀你是不是觉得我坐路边太可怜了 你非得刷一下 谢谢我默然姐的哎呀 家人们呐不是呀 你咱咱能不能把钱省到咱投资剧的时候 把设备什么整好 你上来垮这个礼物多少钱 家人们888 默然姐给我刷了这个礼物 8888 哎呀家人们呐 你说说这事整得口是心扉的家伙 不是呀家人们可能 可能默然姐觉得 就是我们做这行太辛苦太累了 直接给我刷了一个8888 感谢九月沙沙 感谢直言所有的姐妹兄弟们 哎呀 真的家人们我不能再哭穷 我再哭穷你们还刷 我不哭穷了 行吧家人们我不哭穷了 我能不能吃起饭 我家有厕所 我家有厕所家人们 你们别可怜我了 我家有自来水 我渴了能喝自来水行不行 我不哭穷了 求你们了 别这样刷 来我给大家安排个红包吧 来家人们 左上角 左上角红包 给大家安排一个 只要是加入粉丝团就能抢 你们真的是太卷了 我再给你们找几条 因为你们真的是 你们是不相信 做我们这 哇操 这个更夸张 来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更夸张 等会儿 杭州通告 要求女生口帛 清秀 自带装发 自带五套衣服 五个小时五百块 家人们 我问你们这个钱好赚不好赚 还得是女生 还得口帛 什么叫口帛 介绍产品 不能卡辞 自己还得带装发 自己还得带五套衣服 五个小时五百块钱 我真 家人们看见没 看见这一条了没 5H就是五个小时 你这个钱你们觉得多吗 家人们 我觉得真不多 你看杭州本地女演员 身材好漂亮 腿长 800块钱 八小时 我操 家人们 家人们 这 对啊 这都快卷死了家人们 这真的快卷死了 所以说我说我一天能占 我一天只赚88 你们还有人不相信 现在信了没 我既腿不长 我又不是女的 我也不会自己做妆发 我也不会自己带衣服 我说我一天赚88 你们现在信了没 信的打个信 信的打个信 女生的钱好赚呀 美女忙一下午 拍四个小时 三百块 我既不是女的 我也不会做妆发 我也不会带五套衣服 我也不可能去给她拍四个小时 我一天就赚88 你们还不信 我都蹲地上了 我都蹲地上 感谢理好的灯牌 感谢理好的 这是什么呀 这个什么好可爱呀 你去演网剧 真的假的 我能演网剧吗 你就是 我能演网剧吗 家人们 我要是去演网剧 我一天能赚多少钱 就是我能演网剧吗 能是吧 那那那那演网剧 那演网剧 演网剧 我我一天 是不是就就不止赚88块钱了 能是吧 那那姐姐们 你们有资源没啊 就是怎么去演网剧 给我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教教我怎么怎么能去演网剧 你去演网剧了 你一天 片头都不是88 都是98了 行 好好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家人们 咱不开玩笑 就是刚才让大家看了看 现在杭州的一个演员 模特的一个收入行情 欢迎刚进直编 所有的姐妹学 谢谢 这个帽子帅 来家人们 咱现在就是不开玩笑了 给大家认真的 认真的来讲一波 分析一波 家人们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杭州的模特 演员的一个收入 是吧 谢谢九月 大家看完都会觉得 我真的没有瞎说 不是 有的话是瞎说的 就是我真的没有 给大家瞎说 现在杭州 是一个非常内卷的城市 有人说了 那杭州的女模特 淘宝女模特 一天拍衣服 能赚十万块钱 那是在二零一几年 杭州还没有这么多 女模特去拍 能懂吧 家人们 从2019年往后开始 杭州的演员 模特的价格 直接往下掉 因为全国各地的美女帅哥 都跑到杭州这个城市 去从事这个行业了 给别人拍衣服 从拍一下午 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到最后五百块钱 四百块钱 恭喜婷婷升到二十三级 知道吗 家人们 现在杭州真的是超级 超级内卷的一个城市 我在杭州生活一年吧 你们也都知道 在杭州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 在那边就是天天出去接活动 因为他们一个月赚的钱 真的不一定能把房租交上 没骗你们 在杭州 刚去的年轻的 刚毕业的学生 他们一般会选择合租 就是一个房子 给它分成四间小隔间 你们没有听错 这种房子属于违法的 就是在杭州那边 一个房子 会分成四个小隔间 一个小隔间就是一张床 然后呢 这个四个小隔间 甚至分成五个六个 只能用一个厕所 拜拜 能懂吗 家人们 就这种情况下 两千多块钱一个月 两千多块钱一个月 恭喜婷婷升到十几 所以说大家能懂吗 就是杭州这个城市 你真的不要觉得 它是谁去都能赚钱的城市 我告诉你 在你没有 在这个圈内出名的时候 没有打拼出成绩和作品的时候 你真的活不下去 你们想想 刚才让你们看到这些活动 要求是美女 腿还长长得好看 几百块钱拍一天 你再算算你路上的路费 在杭州打个出租车 基本上出个门 因为杭州的区之间 距离也不算短 几十公里 就是你可能一天打车费 两三百 有人说那为啥不坐地铁 行 坐地铁 你能挤上去不能 你拍摄完 半夜十一二点了 还有地铁吗 你没有 真的家人们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 经常会有人说 长得帅的 长得好看的女孩 就好赚钱 放屁 那你真的是没 你真的是因为你不是我们 你没经历这些东西 这个行业太内卷了 家人们 知道吗 这两年唯一让我们进行改变的就是短剧 自从短剧出来之后 有一波爆款的演员 他一天的收入从几百块变成了几千块 甚至这一年混得风生水起 混得全网都知道他拍的剧 可能人家一天能混到几万块 能懂吗 家人们 这个机会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的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接住这个机会的 你记好 成功的永远都是小部分的人 知道吗 成功的永远都是那百分之一的人 不会是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感觉今天喝咖啡了没 感觉你角色性格各方面的反差挺大的 是这样的 刚看你主演你真是演网剧的 我逗你们玩呢 你们以为我真的是想去演网剧没演呢 咱演了也都快一年了 有人说那在杭州那边当车展模特赚钱不赚钱 我告诉你那更不赚钱了 在杭州那边我给你们讲讲 当车展模特女生身高一米七多 一米七多长相好看的 站一下午四百三百 一点不夸张 你们觉得当车展模特都得是一天几千块钱吗 我给你们讲讲 能当车展模特一天能达到两千块钱的那些女孩都是全网自己几十万粉丝的 而且是在这个车展圈里边大家都认识的 就得是那种长得又高又会跳又皮肤好身材该有的都有 还得会跳舞会蹦还得会活跃气氛一天两千块钱 你们以为车展模特一天就都能赚几千几万吗 家人们 三百在我们河南郑州前两天举办的车展 女孩到手里边因为有经纪人带队 到女孩到这些女模特手里边二百六 身高全是一米七五以上 全都是长得贼漂亮 走到大街上回头率百分之百 我看见都会多看三眼的那种 人家工作一天两百六 家人们你们觉得我们容易吗 你们觉得我们赚钱容易吗 但是我想表达的一句话是什么 能干这些工作的女孩 她人品不会太差 她起码能吃的这个苦 她起码能吃这个苦 这样的女孩值得尊重 家人们觉得我说的对的打个对 觉得我说的对的打个对 这么好看身材这么好的女孩 人家能一天出活动 穿着高高鞋累一天 为了这两百六十块钱 这样的女孩是好女孩 这样的女孩是好女孩 就怕的是身材也没人家好 长大也没人家好 天天啥也不干 就想骗男人钱 这种女的是垃圾 这种女的是垃圾 知道吗 家人们 因为我在河南郑州 认识很多车展女模特 我当时去找过他们探班 就给他们这些女孩 送咖啡送饮料 我刚开始不了解这一行 我甚至还觉得有点自卑 我说我一个男生 去见这么多车展女模特 我会不会有点太那啥了 然后当时他们提起来 他们说羡慕我的工作 我说我的工作有什么羡慕 我说那你们出车展一天 不得三四千块钱 那些所有的 屋里边所有女孩 瞪大眼睛看着我 三四千 我说怎么了 没有吗 他说你洗洗睡觉吧 你做梦吧 怎么可能三四千 我说那你们多少钱 倒手二百六 倒手二百六 当时我听完家人们 我真吓着了 而且因为你们也知道 现在河南郑州拍网剧 一个月 一个月能拍几十部 上百部 现在很多车展的女模特 为了提升收入 转型去拍网剧了 能懂吗 对你站到奔驰站台的 可能是五百 站在其他品牌的就是两百 你说的没毛病 我直播间很多人 他了解这一行 不了解的都会觉得 这些小姐姐一天人间 得赚几千 真的家人们 现在是越来越卷了 我告诉你们 有些女孩还得 可能品牌方还得要求 还得站到那开直播 还得手机怼着她 拍着她 几百块钱 家人们 真的 我告诉你们 能出去接活动的 能出去接活动的 这些女孩 她值得尊敬 因为她如果想赚快钱 靠她的身材和颜值 干点那种擦边的行业 一天能赚几千块钱 大家信的打个信 大家信的打个信 感谢乔麦 感谢LET 就是我说了 但凡能一天两百多 出去接活动 两百多四百多五百多 能出去站着 穿高级鞋 站一天接活动 接这种正儿半径活动 这些女孩是好女孩 她是好女孩 她起码能低头赚这个钱 她能吃这个苦 知道吗 家人们 真的没办法 家人们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去 不要去 就是 有的当妈妈的 觉得 哎呀 从小培养自己的孩子 将来去当个什么模特之类的 能不能赚钱 能 是头部的 那些很牛逼的模特 他能赚着钱 知道吗 感谢金子 感谢直边缩的姐妹 没抽中是吧 来 家人们 左上角没有给小徐卡灯牌的 咱可以把这一毛钱灯牌续上 家人们 然后呢 条件可以的 想刷礼物的 刷点礼物 不介意 感谢赤沙姐 谢谢我直边缩的姐妹兄弟们 对人不要活着盲目羡慕 真的不要盲目羡慕 感谢起司妙妙的关注 感谢直边所有的兄弟们 姐妹们 恭喜妙妙成为咱们家 3841名 你说我干到年底 能不能 能不能让粉丝团 干到6000人呢 咱不说1万人了 6000人 感谢永黄 你现在在郑州吗 没 我现在在我们老家 河南许昌 但是离郑州有80公里 80公里 在你这边抽了14个钻 那你这一刷99个钻 那你还是亏本了 是吧 所以我给你们说 家人们 就是有的人会利用 自己的长相和身材 去赚快钱 赚一些不干净的钱 有些人不会 所以我觉得 不会去赚那种快钱的女孩 非常值得尊敬 知道吗 你现在还接戏吗 我现在这两天不接戏 这两天不接戏 因为我手里边 有个自己投资的项目 北极田下说 我之前谈过一个 13线的电视剧男演员 说的没你赚的多 你当时都不相信 真的假的呀 不是我直播间的粉丝 怎么啥人 啥样的事 经历都有 你谈过13线的男演员 他说他赚的没你多 你都不相信 你这句话真给我逗笑了 你这句话真给我逗笑了 真的你给我逗笑了 我直播间啊 家伙们 我的这些粉丝团里边 有两个女孩 谈过这些号称是男演员的 这些 他们都发现了 跟他们在一块 基本上这些男的没什么钱 真的这些男的没什么钱 家伙们 你们别觉得 好像做哪一行都很赚钱 我刚才都给你们看了 我给你们看看 我现在手机里边打开 全是演员模特群 全是演员模特群 这群里边谁能发一个广告 要求个男生或者女生 来参加2000以上的活动 我告诉你 你一天都不一定能看见一两条 知道吗 一天都不一定能看见一两条 现在真的是超级内卷 那男的说他养活不了自己 那有没有可能 他说他养活不了自己 再给你展现他柔弱的一面 试探试探 你会不会为他付出呀 对演顾颜胜的时候 我当时160多斤 当时我体重反弹到160多斤 谢谢艾米姥姥姥 艾米姥姥也好久不见了 对现在什么行业都不好赚钱了 家人们 现在什么行业都不好赚钱了 所以说任何行业都值得尊重 只要是赚的干净钱都值得尊重 哪怕他赚的不是干净钱 他只要不骗人 也值得尊重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了 打个对 哪怕人家这个女孩 可能是因为生活所迫 或者什么 赚的钱不干净 他只要不骗人 也值得尊重 也值得尊重 真的 我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 因为人家没坑你 没骗你 没花你的 对不对 头部的赚钱 我朋友谈过一个当红演员 零花钱都十万十万的给 那确实 这个东西不能比 我就给你说点现实的例子 在恒店 浙江 浙江金华恒店 恒店影视城 大家都知道 全国都知道 在恒店那边 混得不好的演员 住着500的出租屋 每天去当个两三百的价位的 接个两三百价位的活 那牛逼的那些明星 回恒店 自己偷偷买的有房子 恒店那边 我跟你讲 贫富差距很大 也有几万一瓶的房子 那些头部的大演员 大明星 一回恒店 人家自己有房子 可能用的不是自己名下买的 回恒店 开着几百万的跑车 就是恒店是个镇 它没有多高大上 我在恒店生活了半年 半年多 就是在恒店那边 同样是做演员的 你区别很大 家人们 知道吗 区别真的很大 这个用户190说 我当时干空城 以前也干过模特 现在还在读大学 那你可以 用户190 那我觉得你也是属于一个 怎么说呢 也是比较出来能闯的一个人了 恒店那边还有很多群演 是富二代 拆迁拆迁迁发财了 没毛病 因为恒店盖影视城 盖影视基地 可能谁家的地皮厂房被拆了 他本来是干群演的 后来突然发现 一夜之间有个几百万几千万 他开始变成投资人了 能懂吧 我以前去象山探过班 演员和演员区别真的太大 对呀 牛逼的演员出门坐着保姆车 一下车有处理 有保 有保镖 那混得不好的 一天赚150 他找啥保镖啊 对不对 他找啥保镖 他找不了 不管你们现在干啥行业 不管你现在收入是多少 总之一句话 努力了 问心无愧 赚干净的钱 知道吗 我还卖过麻辣烫 我卖过衣服 做过微商 我啥都干过 我妈常跟我说一句话 儿子 你干的这些事 妈都支持你 妈都佩服你 因为你这些钱是干净的 能懂吗 家人们能懂吗 就像我年底要换法拉利 我靠自己赚的 我有啥 我有啥不能给大家说呀 就这么简单呀 你们想想家人们 我当时卖麻辣烫的时候 就不说外边的 我们老家同城的那些人 嘲笑我 哎呀 这个男生混得不好了 去卖麻辣烫了 怎么怎么样的 家人们真的 我给你们讲讲 当时他们怎么说我的 有人说 这个男的天天开个跑车 卖麻辣烫 想去泡妹子 有人说 这个男的现在混得不好了 车都养不起了 去卖麻辣烫了 这车 他妈是我 当时一个多月的时间 做快手接广告转的 我给你们明说了 而且这车已经跟着我六年了 已经对我来说 已经要淘汰了 真的当时有人说过呀 哎呀 这个男的养不起车 还不起车带 加不起油了 去卖麻辣烫了 笑死我 真的快给我笑死了 他们都不知道 我做了这种事干嘛 我做了这种事 其实在给自己镀金 后来我参加《非诚勿扰》 为什么《非诚勿扰》的宣传片 拍的有我 有我卖麻辣烫的经历 我这种事属于正能量的 我这种事属于正能量的 知道吗 家人们 我这是属于正能量的 为啥呀 靠自己努力不丢人 对不对呀 有啥丢人的呀 丢人的就是你他妈现实中 都里边一百块钱都没有 你还在网上骂别人 知道吗 这种人最丢人 永远活在互联网 活在屏幕后边 在网上当一个巨人 哎呀 什么破生活呀 什么破手机呀 什么破车呀 什么破收入呀 这种人现实中都是个 我告诉你都是个土狗 知道吗 都是个土狗 容易眼红的土狗 他过的啥也不是 所以说他喜欢就是 喷别人 觉得别人的啥都是垃圾 知道吗 家人们 我在哪 没必要跟你们说 我在路边 被人眼红了 才会有人对你支支脸 对呀 家人们 所以我给大家说一点 经常有人会说 也想做互联网 或者做什么 第一 这个东西需要机遇 需要风口 第二 需要你的一个心理承受能力 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差的话 不要去玩互联网 你发个视频都会被别人喷死 知道不知道家人们 现在拍一部短剧的成本 多少钱 拿我下一部投资的剧吧 我下一部投资的剧60万 60万 就是现在拍一个霸道总裁 找这种 一二线的男女主演 来演 加上他们的片酬 我下部纪录是投资60万 60万 现在你45万也能拍 但是你45万找来的男女主演 级别咖位 是那种2000块钱 3000块钱 4000块钱一天的 再贵了你就用不起了 知道吗 再贵了你就用不起了 对只要自己挣的干净不丢人 还是那句话 你在路边卖红薯 我都尊重你 为啥 因为我觉得你没头没抢 你也不嫌丢人 你就是值得大家尊敬的 对吧 你在路边卖红薯都行 你摆摊卖鲜花也行 你干啥都行 你只要不拿着别人家的东西 在那偷偷卖就行 家人们我说的对吧 你在路边摆摊卖啥都行 你只要偷着别人家的东西去卖就行 对啊 永远得学会靠自己勤劳致富 家人们 等你开拍了 能不能去给你帮忙客串 我那个戏预计是6月15号到20号左右 然后到时候在河南郑州拍 如果说咱直播间有河南郑州的 年轻的帅哥美女 因为这种剧里边肯定 有人说那姐姐们不行吗 阿姨们不行吗 到时候剧本 整个剧本写完 看需要多少个这样的角色 然后呢 这些群演咱都不让别人找了 咱直播间的姐妹们 能自己来的自己来 就按照行情 大家都知道群演的行情价多少钱 你们自己打屏幕上 就是群演的行情价 一天8到12个小时多少钱 你们打屏幕上 家们 我要是直接说了 你们觉得我坑你们 你们自己说100块钱 对 100块钱 就是可能工作时间长的120 12个小时以上120 92年感觉自己还挺小 其实不年轻 我 这个谁啊 星翠啊 我是95年的 我都不敢算 我都30岁了 感谢美少女装饰 我都30岁了 但是你们觉得我像30岁的吗 家人们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发型 加上我这种短袖短裤 往路边一坐 我说我30岁真没人相信 感谢英子 有人说了 他们现在这么廉价 这不叫廉价 这叫价格内卷 这不能用廉价形容 那廉价 这好像在侮辱这个群演职业 我觉得拍戏 你不管是群演还是特约 还是主演 男女一二 都是值得大家尊敬的 你87年都不觉得自己老 这个心态是对的 知道吗 这个心态是对的 不要觉得自己老 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接受不了 过时了 不要这样想 你得永远让自己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家人们我去拿瓶水 咱们拿瓶水太渴了 来你们还有什么想聊的 打屏幕上 还有什么想聊的 打屏幕上 我83年都不敢说 有啥不敢说 我这边 我跟你们讲 能现在关注我们这些短剧男演员的 基本上这些姐姐们的年龄都是30多起步 30多40多50多 很正常 很正常 我为啥不喜欢有刘海 因为有刘海 你看它能遮光 知道吗 它能挡着脸上的光 但是因为我这头发太软了 没法做发型 我自己在家懒得做发型 所以大家就凑合一会儿吧 凑合一会儿吧 我只能演当姑姑的角色 短剧里边还真没什么姑姑 短剧里边一般都是 你看豪门太太 豪门爸爸 没了 保姆 对 短剧里边30多岁能演保姆 人家主演多少钱一天 有几百的 几千的 几万的都有 想演恶婆婆是吧 我发现一个事儿 很多人不知道为啥 一见我都说 啥时候能让我去演一个女反派 演个恶毒婆婆 因为他们觉得演坏人特别爽 特别过瘾 真的很多人觉得想去演这个后妈 对 就想演坏人 因为演坏人你知道吗 不需要什么演技 你只要能能让自己带入坏人的感觉就行 就去怼别人就行了 说到保姆都想到王妈 我也看过她视频 我也看过视频 对 因为演坏人能欺负别人 我跟你们讲 其实主演的一般在这种短剧里边前多少集都是被欺负 我跟你们讲讲 我在郑州上一部戏 我被多少人欺负 我家别墅被拍卖 这是戏里的剧情 我家别墅被拍卖 我跟女主我俩冲进 我家别墅 发现站了一群豪门的这种商人要参加拍卖我家房子 当时一个人说了 你想要你家房子是吧 你平时不是很嚣张吗 你给我跪下 他就让我跪下 那我们拍戏家没有 那我们肯定跪 跪下之后 当时导演说 我跪下之后他没动作了 太干把了 能懂吗 就是我跪下之后 他这样跟我说话 显不出他多坏 我当时我主动提要求 我说导演 你让他去踩我的手吧 当时我主动要求 然后那个演反派的那个男演员说 真的假的哥 去踩你的手 我说没事你踩吧 因为我当时跪在地上 他也一米八多 他扇不了我脸 知道吗 然后我当时跪下之后 我就故意的撑了一下地 然后这个男演员就过来穿着皮鞋 踩我的手 就这样 能懂吧 这当时临时夹的戏 因为当那一场戏突现出来 就是我家房子被拍卖之后 我有多脆弱 知道吗 我有多脆弱 我内心已经绷不住了 因为这个房子是我家的祖宅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一定要把它赎回来 不能假采吗 没法夹采 因为夹采我跟你讲 你的手在地上穿个皮鞋夹采 拍不出这种力量感 真踩啊 我让真踩了 然后当时这个男演员怕我疼 他假踩 但是导演在屏幕里边监视器里边去发现 我的手没变形 因为你的手被别人踩的时候 你的手是会变形的 能懂吧 我说没事兄弟 我说没事 咱把这个戏拍好就行 但是那哥们说那哥对不起 我真踩 我说没事你踩吧 当时他穿着皮鞋就这样 把我的手摁的就已经 就鞋管都已经爆出来了 就是好过了 过了 当时那一场戏我被多少人欺负 你知道吗 还有个男的指着我 你原来不是在我们城 在我们什么什么城 因为短剧里边都是什么青城云城 你原来在我们城不是很牛逼吗 你现在怎么跪下来 然后就是这种过来就是拽着我的领子 你知道吗 就把我头直接掰起来 家人们 但是还有个男反拍是这样 就是把我的头直接掰起来 捏着我的脸就这样 啪啪啪啪 挤巴掌扇到我脸上 真的家人们 就我上一部戏就这样拍的 把我的脖子拖起来 然后我当时我还不能生气 我为什么不能生气 因为我祈求他把这个房子 他把我家房子拍卖掉了 知道吗 我得祈求他还给我 然后我当时把头抬起来 然后我说的什么 我说是李少 对 我说李少 我也贵了 现在您能把房子还给我 我都用您了 因为我之前对他说话是你 我现在您能把房子还给我 因为我当时眼的时候 眼睛里边一直带着泪花 因为已经整个人无助了 然后他当时就这样拖着我下巴 照我脸上啪啪啪 几巴掌 直接扇过来了 你不是很牛逼吗 现在怎么求我了像个狗一样 当时就这样 真的家人们 当时就这样你知道吗 然后我给你们讲讲 那部戏最后的反转 那部戏最后的反转就是 我被三四个人欺负 真打呀 那真打呀 你假打了 假打了你的脸不会动啊 真打真扇呀 然后我给你们讲讲 那场戏最后的爽点是什么 这个女主她妈结果是一个全省首富过来救我了 你知道 家人们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我被所有人欺负 然后突然 一个反派接到电话 什么 牧总要买下这个别墅 牧总要亲自过来 牧总可是全球首富大人物 她怎么会买下这个别墅呢 然后直接女主的妈妈登场 一登场 然后这些坏人给你们讲 你们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演的那些坏人 哎呀 牧总啊您怎么大驾光临呢 您为什么看着这个破房子呢 然后牧总说我来救一个人 然后坏人该怎么演的 牧总啊 您说救的人不会是地上趴的这条狗吧 这种人怎么配认识您呢 就这种家人们能懂吗 演坏人就这样演的 然后到最后了 这个女主的妈妈说没错 我就是来救她的 然后直接把我扶起来房产证给我 然后指着那几个人说 你们几个欺人太甚 以后别在这个城市出现 带走 直接8个保镖把这几个男的给我压下去 太爽了 家人们 就是我 我都给你们演完了 你知道我家 我都给你们演完了 等这部剧上的时候我给你们说 这部剧的名字叫啥呀 我就是我 我刚杀青的河南郑州这部剧的名字叫啥呀 爱也许会来 爱也许会来 演这种主角是不是经常会被受欺负 没错 要不然没爽点没反转 吻戏是真吻 有的真吻有的假吻 我现在都是假吻 我现在都是假吻 知道吧 因为 得尊重女演员 也尊重自己 风华正茂吧 不是我上一部戏不是风华正茂 我上一部戏是在那个 什么呀 陆语版丸 郑州的一家公司 我去我经常去风华正茂啊 而且这两天就是有个平台 掌阅平台的一个负责人商务在风华正茂 让我过去找他玩 可能我这两天就过去了 南评演过没 南评我就演了一部 扛着火箭筒 就是别人拿着刀 要攻打我国 然后拿着火箭筒 那个你们都知道啊 家门那个你们都知道 有人说真吻多尴尬啊 那不一定啊 那有的导演需要唯美感 知道吗 需要在头发 就是你的男女演员后面加一盏灯 把你的头发丝打亮 拍出这种氛围感 你侧面那真亲啊 你没法借位啊 你必须真亲啊 知道吗 必须真亲 就是这这几部戏我拍的时候 我都会跟女演员 我们测试一下距离 家人们想听的打个响 咱把直播间活跃活跃 把这个数据 直播间数据做好 家人们多没事多打字 能提升咱直播间的数据啊 就是我这部戏拍的时候 我跟女演员测距离 你们想听怎么测的打个响 超过20个人我给你们讲 我给你们讲 超过20个人打响 我给你们讲啊 家人们 这个裤子袋比较长 记一下 怎么拍吻戏的时候 我是怎么测距离的 比如说啊 现在因为我都是借位 我都是借位 我不真亲 我们都会把头测过去 把后脑勺露给镜头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两个人 你看家 现在是镜头啊 家人们 这是我的后脑勺 这是女主的 如果离得太远 会有距离感 我都会干嘛 我都会拿一个手掌 或者一个手指 挡在女生的嘴前面 然后往前去伸 大概就知道了一个身体的幅度 你看身体的一个摆动幅度 到这儿 到这儿停 到这儿就极限了 所以说我拍吻戏 给别人借位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的 先挡着这个女孩的嘴 知道吗 先挡着这个女孩的嘴 如果这个女孩也非常专业 也经常拍这种戏 她也知道怎么借位 我们两个就不用手 我们两个就不用手 我们两个就是鼻子 快到鼻子的距离 我们就停了 但是停了 这个时候会非常假 你需要干嘛 需要动 头左右的歪 轻微的去歪 去摆动 能懂吗 还有一种借位的亲法是 你用手拖着这个女孩的脸 把这个手指放在嘴唇上 然后你亲到你自己手指头上 这也是一种拍戏借位 吻戏的借位的方法 花钱看假的没意思呀 现在很多女演员都真亲 那是啊 轻轻你说的没毛病 所以说现在很多女演员都真亲 我不是学表演的 我之前学的是国际教育的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 学的美术 但凡侧面几乎不让结尾 知道吗 只要拍侧面镜头 那都是真亲上的 但是我再给你们讲一点 就是你们很多姐姐们就喜欢八卦 包括一些男的 老男人也会八卦 哎呀小伙子做这行很爽吧 我告诉你们 我们对对方几乎是同事的关系 有导演给你示范没 没有 导演上来示范 那这个导演是想占便宜 家人们觉得我说的对的打个哈哈 吻戏不需要导演上来教吧 导演上来教 那导演那不是给 你做这一行 那导演都是Q点你一下 就知道啥意思了 交交你就行了 导演哪有上来跟女演员去 教别人咋亲的 你不是给我笑死了 导演上来 导演说去边来 让哥教你怎么亲 我没遇到过这种导演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导演 导演他是负责看监视器 就是镜头拍出来的画面 看监视器 会调整一下距离和氛围感和表情 一般女生被吃惊的霸道总裁 吻上的话 他的眼睛会先低着 先拍着他的长长的睫毛 男生亲上的时候 他的眼会突然睁大 睁大 然后眼睛会睁大 不要动 这时候不要动 然后可以慢慢的眨两下 这是女孩突然被霸总亲到的画面 是这样拍的 如果是两个人已经到了这种感觉 两个人都是微微把眼往下看的 看着对方的嘴唇是这样亲的 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拍吻戏是有技巧的 有经验的 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两个大嘴皮子啪啪啪就上去了 哪这样 而且做我们这一行 专业一点的 有职业操守的 一说拍吻戏 基本上比如说下午要拍吻戏 上午中午剧组吃盒饭 我们要不然不吃 要不然就是吃完了用 那种口腔喷雾之类的 给自己清一清口气 这是对大家的尊重 但是呢 我听说有的有的演员很很讨厌对方 但是呢还得真情 这个演员就会中午吃饭或者吃饭的时候故意吃大蒜大葱 我这个是我听的 没有没有事实依据 吃大蒜对吧 家人们你们也听过 这是真的很多人都在传 就是有的演员拍的这个戏 他导演不让结尾 你必须得真情 刚好吧 他还恶心对方 他就吃大蒜 吃大蒜吃洋葱 家人们真的 你们很多人都听过吧 但是我觉得我目前为止遇到的都挺好的 我目前为止遇到的这些女孩 真的都挺好的 而且甚至还有的女演员说 哎你真亲上了没事我不会生气的 我也不会说你耍流氓 他越这样我越有压力 你知道吗 家人们他越这样我越有压力 因为我内心是一个绅士的人 知道吗 我不喜欢跟别人那么多接触 你包括我拍戏很多就是女主在我面前倒下 我摟她腰 就是我们去示范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都是用手指 手指点着她的腰 知道吗 我不是整个手贴上 我是用手指 就是我先把这个安全距离给你 不是我嫌弃 啥叫我嫌弃人家 是因为你足够的绅士 足够的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敬你 知道吗 所以说我没必要 我没必要搂你的时候 你再比如说我当时演坏人的时候 去摸女生大腿 那有人说这他妈不是很爽的事吗 我给你讲那些老男人巴不得听完这事流口水 直播间有没有老男人 我给你们讲啊 直播间很多老男人他听完我们去演这些东西都流口水 你知道不知道 当时演坏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坐在KTV 坐在沙发上 然后那些女的坐在我们腿上 然后我们用手去摸 从她的膝盖摸到大腿根 知道吗 我当时拍过这种戏 你知道吧 家人们我当时不敢拍啊 我不敢拍啊 你知道吗 一屋子人看着你 你那手 就很尴尬 家人们 你们能懂吧 家人们真的很尴尬 然后 然后啊 就拍那场戏的时候 我在河南郑州拍的 当时那个女孩也尴尬 那女孩穿的裙子还特别短 就到大腿根 然后呢 导演是让我从膝盖摸到大腿根 再使劲抓她一把 我给你们学学家人们 我当时咋拍的 我当时 我当时手就这样 然后导演说 你给我过来 导演说你给我过来 我说咋了哥 他说你自己看看回放 我一看我那回放手都是抖的 我就这样 导演说 再来一遍 然后再来一遍 我这次稍微勇敢了一点 我把指头放上了 我把指头放上了 但是还是有点不敢 知道吗 不敢 导演说 你 不管你是身世还好 还是怎么样 你想把这个镜头过 你就把它想成一个 你特别喜欢的女孩 你就想动手动脚 我说哥我做不出来呀 那导演说 那整个剧组人都等着你了 咋办 然后我给那女孩 我当时怎么整的家人们 我当时直接给那女孩 我说姐 对不起 我也不想这样拍 我说没办法 那女孩说没事 咱俩赶紧把这个镜头拍完 过来就行 然后 那没办法 那只能就是 哎呀 能懂吗家人们 非常自然的滑上去 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镜头过了 所以说我们做 做我们这一行的 几乎啊 家人们 几乎 不会像你们想象中那么肮脏 我们都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而且我们异性天天见 见多了 就没感觉了 知道吗 我们天天见异性 真的已经没感觉了 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哎呀都是帅哥美女啊 你会不会见一个喜欢上一个呀 大家都忙着背自己的台词 想自己的动作 怎么去演呢 有人说那拍床戏是怎么拍的 拍个床戏 一屋子十几个人 二十个人看着你 你俩躺床上 你跟我说咋 又不是让你单独在一块躺着玩呢 一屋子人 灯光师 录音师 化妆老师 导演 执行导演 一屋子人 十几个人 二十多个人在屋里看着你 你以为躺床上就你俩 你想太多了吧 拍床戏是最尴尬的 家人们 我给你讲 拍床戏是最尴尬的 尴尬的扣脚趾尴尬的 我找找我拍床戏的时候 我找找我拍床戏的时候咋拍的 我看有没有拍床戏的画面 家人们 稍等 拍床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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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 我拍床戏的 我拍床戏的花絮呢 有拥抱戏 你看见没我后面几个 几个人 拍床戏的时候 一屋子 一屋子十几个人 二十个人 你们觉得 咋想的呀 就一个男女演员在屋里 你想太多了 那都尴尬死了 你知道不知道 那都尴尬死了 特别是让你演这种 被人下药的 或者喝多的 你还不能动 你还不能笑 而且我们演员之间有的都太熟了 你知道吗 那当时那个 当时拍床戏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 绷不住 你知道吗 绷不住 就是看着对方在装睡 你看见他的表情 他嘴角只要稍微往上抽一下 你就开始笑了 然后俩人一笑场就在笑半天 能懂吗 家人们 所以说这个东西 没你们想象中的 什么 又是擦边 又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忍不住笑 你知道吗 因为俩人太熟了 你看见他在你面前装睡 他如果说嘴不动还行 如果说他闭着眼睛 突然睡觉往上咧了一下 那完蛋 你必笑场 你真的必笑场 你有没有想过演古装 我跟金美娜演过一个古装 到现在还没上线呢 我跟金美娜演过一个古装 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姐妹们兄弟们 现在直播间200人 来家人们 还有谁对短剧这一方面想问想聊的 屏幕上打出来 屏幕上打出来 我又给大家安排了100块钱的红包 家人们 参与抢红包很简单 只要把左上角粉丝灯牌卡上就行了 你没有灯牌 没有参加的权利 家人们 左上角的灯牌卡上就行了 进咱的粉丝团 对家人们点点关注 只要是咱 你看他们能参与抢的 都是咱直播间的这些 有灯牌的老家人们 老家人们 这个老是情感深厚 谢谢你们 谢谢蓝蓝 谢谢直播间所有的姐妹兄弟们 咱再聊一会就要下播了 家们 咱等这10分钟 这个红包发出来之后 咱就下播了 女生是不是容易被催整容 认真问 如果是男朋友催你整容 你让他滚蛋吧 你 我想问你啊 女生被催整容是啥意思 是别人催你去整容吗 他是嫌你丑还是咋回事啊 做我们这一行的不要整容女 做我们这一行的几乎不要整容女 知道吗 你整容导演就看不上你 就不会让你去演 如果说你男朋友觉得你丑让你去整容 那你男朋友该换了 我不相信你妈让你去整容 我不相信你妈让你去整容 该ID男不是男 该我这边做的姐妹兄弟们 对吧 真正爱你的人 他不会去让你 去整自己的外貌 他但凡想让你去整自己的外貌 是因为他对你的外貌不满意 而且整容有风险 你妈让你减肥 你妈让你减肥 减肥不等于整容啊姐姐 知道吗 那减肥不等于整容啊 整容是他妈动刀动针 往脸上打科技的 熬夜频繁怎么调节 没法调节 因为人的睡眠一旦不够 你各项出问题 你不可能调节 真的 你觉得水光针和美白针有什么作用 有用吗 正规大型的医美医院 多少有点用 如果你说那几百块钱打一只 然后那种没有意识资格证的那种小小微商 那些女孩给你跑到你家 上面几百块打一只 那全是骗子 知道吗 几乎都是骗子 一米七三108斤不算胖 就看你这个108斤是长在哪 你要都他妈长到大腿上长到腰上 那你就完蛋了 感谢这边所有的姐妹兄弟们 我你演戏归演戏 开直播归开直播 我开直播是把大家当朋友了 所以说有啥都能说 左上角的这个100块红包 还有七分钟倒计时 七分钟倒计时 你的肉全长腿上了 是吧 一米七三108斤 然后呢 如果说你长腿上 我再给你们讲讲 就是昨天晚上我开直播讲的这个话题 你的腿直不直 如果说你的腿直 看起来也不会胖 如果说你的腿不直 腿型有问题 X型腿或者XO型腿 那肯定会让人觉得看起来 但是一米七三108斤也不算胖 真不算胖 真不算胖 月底之前更新的五部系全是男主 对没错全是男一 全是男主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啥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制作时间太慢了 多少有点密集 多少有点密集恐惧症 对啊 有人说你一米七三108斤焦虑啥呢 人家有的姐姐说了 我一米六130斤我都不愁 对不对啊 你愁啥呢愁 嗯 为啥一下子上五部 因为 二月拍的到现在欠着没上 三月拍的 还有年前拍的 这是 我四月份巨荒了 你知道吗 正常情况下我直播间 得是600人 800人 为啥最近一直直播间没没人气啊 因为咱现在已经很长时间没更新 咱主演的剧了 这些平台都没有发呢知道吗 但凡上一部剧你直播间 每天都会增加个一二百人 这是很正常的 你看四月份等了一个月 我的一部剧都没上 一部剧都没上 干嘛都压着 因为有的是 后台 觉得 不是不是平台啊 不是后台 平台就是投资方觉得 调出来的画质颜色不喜欢 有的是觉得前十集不够精彩 进行改动 说白了就是后期 后期的时间 这些剧需要审核吗 需要简单的审核 简单的审核 剧好不好跟剪辑师有关系吗 那跟编剧有关系 跟编剧跟导演跟演员都有关系 知道吗 编剧是负责写这个剧本文字内容的 导演是负责理解创作的 演员是负责一眼 而且赋予这个角色灵魂的 后期老师是负责把这个画面 剪得大家能看明白能看懂 能调好看 所以说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一个任务 所以说一个片不好看不是说怪 不是说怪谁 所以说这个东西牵扯到团队问题 家人们 还有4分钟时间 家人们没有卡灯牌的 把灯牌卡上 卡上灯牌就能参与100块钱红包的抽奖 家人们 对环环相扣你说的非常对 Summer 你说的非常对 家人们还有谁想聊什么 屏幕上打出来 我这个发型就属于那种 我日常就是天天在家睡睡觉 不出门应酬 会用个这个发型 五部都是演霸总 啥叫五部都是演霸总的 五部好像都是演霸总的 真的好像我这五部没上的戏全都是演霸总的 好像还真是 导演的工作重要吗 那你说重要不重要 你问的这个话我都没法回答 你说导演重要不重要 那导演工作不重要 那剧组要导演干啥 对吧 一部短剧给导演虽然不多吧 几万块钱 那你说要导演干啥 你说导演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你咋不拍作品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现场拍的时候 我给你们讲讲 就是说有人说了 你们的剧你们是不是自己能免费看 不是的 现在平台管得很严 知道吗 我们演的剧 我们想去看 想去录点作品 自己抖音上 我们需要花钱去买 你们正版剧多少钱 我就多少钱 你比如说我有一部戏 花了100多买的 有一部戏花了69买的 对我们自己得充钱 而且我再给你们讲讲 现在很麻烦是什么 就是这些正版的平台 它不让你录屏 因为有的人录完屏之后 会免费 把免费版本发到网上 所以说你花钱买正版还不能录屏 知道了家人们打个1 你不相信你下次 你买一部剧66 你把整个剧买完了 你去录屏 它不让你录屏 你只要一录屏 屏幕就会关掉 真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法 没法给大家更新视频 我现在就挺 挺纠结 挺头疼的 因为他们是害怕这些盗版的出来 能懂吧 就是平台方害怕你们录屏去卖盗版 但是呢 我们又不可能去卖盗版 但是呢平台方一般不会给我们 所以说现在很麻烦 就是我们 要不然录出来的画质特别模糊 要不然就是现场找个助理 在监视器面前 就是导演看的那个叫监视器 在监视器面前把我们录 你手机通过监视器去录 那肯定 肯定画质各方面很差呀 都挺麻烦的 拍花絮是吧 拍花絮 你在演戏谁帮你拍呀 导演给你拍 所以说在现场拍花絮 一般都是带个助理 一个助理150块钱 知道吗 而且呢 有的剧组不让你拍花絮 他为啥不让你拍 他害怕你拍完花絮提前剧透了 能懂吧家人们 如果说你在这个行业做的挺有名气的 你去拍花絮 你去拍花絮 大家不管你 当时有一个剧组 还没开拍呢 就给我们艺人签个协议 禁止录屏 禁止拍花絮 不让剧透 打着了一个人 罚几十万 罚几十万 50万违约金 能懂吗家人们 所以说这个东西 他不是说 但是我还好 我参演了这么多剧组 只有一个不让录花絮 其他剧组都让录 但是有的时候为啥没录 因为没带助理 你带助理 别人跟着你一天给你拍花絮 人家是不是得挣工资呀 而且有时候我们 比如说我去成都 我去哪找助理 我一个河南人 我去成都我能找一个助理 对不对 嗯 对 其实拍花絮也叫宣传宣传方式 但是没错 但是一般你知道吗 钱免费的前十集 随便泄露 无所谓 你到后几十集需要充值的 你本来正想考虑充值的 结果你发现有人录屏了 你知道剧情了 你还充值吗 人跟人不一样 你知道吗 感谢SAM 感谢这边所有的姐妹兄弟们 你会参加综艺节目 就参加过《非诚勿扰》 就参加过《非诚勿扰》 感谢我这边所有的姐妹兄弟们 来家人们 还有倒计时50秒 倒计时50秒 倒计时50秒 家人们 左上角的福袋 没有加入咱粉丝群的 赶紧卡一毛钱卡的灯牌 能参与抽咱们的福袋 家人们 《非诚勿扰》2022 2022第多少期 我真忘了 家人们 参加《非诚勿扰》 那是我22年参加的 感谢阿哈 感谢马卡龙 感谢这边所有的姐妹兄弟们 咱现在粉丝团有3852名成员 助理不是自带吗 剧组不给你报销助理 就是你助理从河南带过去 机票你自己花钱买 剧组不管你 你不可能跟你助理开间房吧 你俩要是同性行 你俩要不是同性的 你带个助理 你是不是还得每天给他开房间 而且剧组带演员 他安排的车是有限的 你带个助理 相当于你再给剧组 增加了一个麻烦 对不对 恭喜英子 恭喜俊俊 恭喜直播间所有的姐妹兄弟们 恭喜你们抢到红包 付带的 家人们现在11点13了 咱11点15就下播了 家人们 谢谢星晚 你们在我这抢到红包 想刷给我 想刷给谁刷给谁 这没有任何道德绑架和要求 家人们 刷礼物 包括点赞 分享 直播这都属于一个人的心意 这个东西 他没有说非得给谁 知道吗 我这个人非常理解人 感谢胡仔妈妈 感谢英子感谢俊俊 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姐妹兄弟们 你那个时候才多大 27 8 不算小吧 我今年都30了 虚岁30 感谢王小小 我只是长的 你知道吗 做的腰疼 我只是长的面嫩 能懂吗 我虚岁30了 你以为我今年多大 你以为我今年刚满18岁 找啥女朋友 找女朋友有用吗 找女朋友能给我买房 还是给我买车 找女朋友干啥 你们去回答我找女朋友干啥 因为我是资料上写20 是因为我在逗她们玩 我经常会给她们故意装嫩 我说我今年04年的 我只有22岁 我是逗她们玩的知道吗 这是叫做节目效果 这叫做节目效果 谢谢直播间所有的姐妹们兄弟们 我找一个能给你买房买车的女朋友 那我不是相当于活得很窝囊吗 我不得啥都得听别人的吗 我又不是傻子 对不对啊 总之一句话啊 家人们 人得靠自己 靠自己 花钱花的才心安理得 靠自己 才活得有底气 对不对家人们 你指望别人 对啊 这叫自食其力 行了姐妹们 我要下播了 拜拜 然后没有进咱群的家人们 进一下群啊 家人们 左上角黄色的灯牌卡一卡 左上角黄色的灯牌卡一卡 然后呢 卡完这个灯牌 能申请进咱的三群四群都行 拜拜 佣学姐你啥也别送 啥也别送 我下播了下播了家人们 左上角黄色星星大家 欢迎大家进咱的粉丝群 因为咱们就是不直播的时候 也可以在群里面 给大家聊聊天 感谢溜溜 感谢直白搜的节目 兄弟们啊 感谢板面